大家好,我是王彦卿,是一位处冊中医,亦是一位物理治疗师 今天想和大家谈谈女人40 其实为什么会谈谈这个年龄段? 大概三十几到四十几这段阶段 因为身边有很多女士很担心这段阶段的一些变化 女人最重要是看月经 有些人发觉自己的月经由平时的28天很准时 突然就好像越来越量小,量小得来又提早 有时可能26、24就来了 这些状态都是说身体的气血已经开始不太好了 肝腎开始不足了 也会有机会令到子宫、卵财方面 一个讯号告诉你不是太好 如果我们想美丽青春,想好好预备这个更年期的话 其实我们也不可以令到这些经量太少 我们应该去调经 希望经量去回正常 时间去回正常 我们就可以避免提早更年期的状态 更年期还有会担心自己会骨质疏鬆 因为有研究显示 40岁打瘦每10年 肌肉量少了8-15% 尤其是大腿的肌肉会少了15% 所以也奉劝大家 不要不断地去减肥 也要保持你適当的体重 因为如果你有骨质疏鬆 肌肉量又会越来越少 就会变得皮黄不瘦 看上去也不太健康 有问题也请大家去讨论医师的意见